像它就基本上一个人出来 但是像这种情况 我会在它的这个layer下面 因为它是背景是透明的 看不清楚 我会在layer下面弄一个颜色 跟它前景完全不同的一个颜色 比如说这个颜色 这个就帮助你看前面的人 你抠的怎么样 那么抠的到底怎么样 这个千万得静看 拉静看 远看看上去永远是好的 拉静看还行 这个头发没关系 头发肯定是需要 仔细的擦一下 抬一下画一下 画的话一般我在家 就用画笔画 你这个鼠标是没有办法画得流畅 那么这个方法呢 在一个单色的背景上是比较起效果 这个边缘肯定不是非常的完美的 所以这个我说那个后像它没有前景可走 这个旁边这个绿颜色的边缘 不管你这个人以后放在什么环境下 你都不喜欢你有这个绿颜色的边缘 那肯定要用橡皮擦 慢慢的擦一下 包括这个肯定是有 但是如果你这个要求不是太高 基本上就出了这边擦一下 就基本上这个人就出了 就扣向就出了 它这个边缘就已经算好了 总是有一点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在颜色在背景的话 它是统一的话 这个方法是最快的 那我们回来说一下背景比较处杂的怎么办 像这个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人扣下来 怎么办 那么也有两种几种方法 没有接近可走 也有几种方法 首先说一下 这边有一个左手下面 有一个quick mask 这个mask意思就是面具 这个quick mask什么意思呢 我先click一下 点一下看一下 click完了以后 你拉近 这抠向的事情来拉近 凡是用到mask这个功能的时候 你用的永远是brush tool 就是这个画笔 你永远用的是画笔 当你的mask是开的的时候 mask就是它把你这个 在你的画面上面放一个mask 它整个有一个面具造成 你是看不到 但是你看一下我做什么 这边你永远选择你的brush tool 调节一下大小和软硬程度 这里100 你看一下什么意思 这个quick mask 这里是红的 你不要担心 它这个电脑 它第一个就是红颜色 让你看得清楚 你在选择哪一部分 我现在画上去的红颜色的部分 是你select的部分 就是你那个 就是你选择的部分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是要慢慢弄 就是你把这个圆码 把这个红颜色要填码 这个没什么太大技巧 所以你知道这么重 然后呢 你这个耐心 所以没什么太大技巧 但是要注意注意细极 就旁边的对面 这个这里有一些是可能比较confirous 比如说这个我说刚才你会看到就是我select 黑颜色是你select的部分 白颜色它又回来 这个听上去有点复杂 但是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像这个具体的就是小的地方 像你的brush tool 尺寸小的 这个就是你注意细节 你这个旁边 就红颜色你把 你需要抠下来的圆 红颜色填满 所有的部分 所有的部分 就是慢慢填就可以 我这边不用慢慢填 像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一般我会 左手边有个电脑正在放电视连续剧 什么的就是 就是 就是 在发时间 但是不用动脑子 但是是发时间的时候 所以看电视连续剧 就这个意思 就我放 我我稍微的 稍微的弄一下 我再给你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把这个人已经填满了 你把这个刚才这个 Mask tool 再点一下 你就看到了 你其实select 是它周围的部分 你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你deselect的部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把这个 delete 就是你刚才红的部分 是你抠出来的部分 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Mask tool 点掉以后 delete 就是红的部分 是你刚才抠向 抠出来的部分 那你抠得仔细一点 这个人子出来 就是这个 这个是复杂背景 复杂背景 也这么大 然后呢 其实还有一个 也是Mask tool 也是那个 也是面具 在这边 在右手 在这边 也是面具功能 它也是用来 扣向 它 它叫Layer Mask 它的原理是一样 我听上去有点回答 它是原理一样 我们看一下 你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以后 它在这一层上面弄了一个毛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跟刚才 但是相反 你弄的是外面 比如说 还是 永远是brush tool 你擦的是外面 其实跟刚才一模一样 黑颜色 你擦的是外面 你这里变成白颜色 你又回来 再放成黑颜色 你擦的好几万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两种方法都可以 随便你 都可以 这个 这个边缘的地方 也就是 很仔细用的 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 所以说 这扣向 如果在复杂的背景前的扣向是 比较滑时间 还真不急 一张照片弄过两个月 其实没两个月 我刚才那张照片大概 断断续续加起来也就几天了 那你慢一点 不急 所以就是这个扣向 我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其实是研究最慢的一个方法 就是拉索 因为多数时间都是在复杂的背景前面抠 就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你是一种颜色的背景 就像刚才我说的你旁边的这个绿色 这个还是在那边要慢慢的除掉 我还是不满意 所以一般我 我弄的话 你这个拉索 你也就是一样一模一样 拉索你把这个人先下来 然后就慢慢用橡皮 这个你不用那个面具功能也行 橡皮擦了 那为什么它很多地方它是强调用 Mask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这一擦就没有回头路 就你一擦你把那个配色都擦掉 其实没有这个说 其实后面你这这么多雷也靠平 原始的都在那边 就是可能是他们就教学是这么一个方法 但是觉得你这样一擦 你就把你的那个这个配色都擦掉 把你的橡皮都擦掉 那么Mask至少你擦完以后又能回来 这就是没回来 但是我一般就是这么做 也一样就这后面放一个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在擦的时候你就能看到 看得清楚一点 是吧 看得清楚一点你就擦的怎么样 对 其实就是 这抠像其实就这么简单 没有特别快的一个方法 能做到特别的好 你要做得好的话 还是还是这么做我觉得 除非在做的有特别快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这些没有办法 这个抠像的话就是这么抠的 用Mask用上皮擦 如果你用Mask随便哪一个 右边这个好还是左边这个 都是永远select brush tool 永远用那个画笔工具 在那边画 那头发什么 头发其实就是画 头发的话其实就是 像这个头发因为它是湿的已经算是好的 如果像我这个头发就是非常的可怕 你这个基本上就是 先把背景的地方用很小的笔擦一下 但这个头发你要擦你要画的话 正好是用画笔 就是那个擦笔 这个画笔 因为可以流畅 你这个线要流畅 头发的线是要流畅 包括树叶 草地 能不可就不可 这个草地 这个要画 草地还有动物身上的皮毛 头发 这些是要慢慢 你非得你现在 你这个背景 你不擦要怎么办 你这个背景 因为你这个要放在不同的背景上最后 你这个背景一定要先擦 可能这个头发一开始擦的时候 你会擦过了 擦过以后 只能用画笔画 画笔调到一个适合的一个度 但是这个就是 这个画的话最好是用笔 用笔 它画的流畅 你这个 用这个鼠标是没法画的 我觉得 所以这个 你在画的时候 可以把你原来这张照片 作为一个参照物 原来你有头发 可能你那个擦的时候 把多余的头发给擦掉 那么原来那张照片 开开来 放在旁边 作为一个参照物 画一下 这个可能需要一个 画的 画的基础 画到基础吧 所以就是 不扣向就是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发湿这样的 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叫什么那些中文 熟捷 熟捷 对 就是那个 就是你外面买的 就是接在电脑上的 它一个平板 它那个 有一支笔 像钢笔一样的 像这种笔一样的 像这种笔一样的 你对它能画 它一画的时候 其实是在画这个 电脑上的图案 USB 对 很多保设计的人 就用这个画 画笔 用刀笔 像这个照片的话 的确是要 有时候需要画的 刚才你头的 你可以 虚化 虚化 就是 就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是虚化 blur 虚化 也对 就是你头发 对 你头发 可以 但头发它有虚的地方 那你虚一下 然后再反 因为你重复 对 重复 你头发不可能是 完全是虚的